观音世界 看中国 观音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月26号凌晨6点左右 法国南部城市格朗德默特 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 此次枪击事件的目标 竟是刚刚在当地沙丘夜店 演出的著名马赛说唱歌手 朱利恩·舒华莎 所幸的是 朱利恩·舒华莎在枪击发生时 并不在现场 得以逃过一劫 根据法国之声的报道 事发当时 四名嫌疑人乘坐一辆汽车 对另一辆汽车发动了猛烈袭击 枪声响起 子弹直接穿透受害者的车辆 车内一名乘客不幸中弹 胸部中枪后当场死亡 该车的司机也未能幸免 肩部中枪后情况危急 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抢救 生命垂危 目前警方正全力追捕在逃的凶手 初步调查显示 朱利恩·舒华莎是这场枪击事件的主要目标 但幸运的是 他在演出结束后已经返回酒店休息 未遭受直接威胁 事发后 当地警方迅速封锁了沙丘夜店 并加强了对该区域的安全监控 蒙比利埃的调查部门已经接手此案 案件的具体细节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目前 警方已经在现场展开全面调查 力求尽快找到真凶 事发地点已由警方封锁 罗纳省省长和检察官也已赶赴现场 以掌握最新进展 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巴黎藏奥会上 中国射击辅助运动队 每天都要抠动数百次扳机 向金牌发起冲击 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射击运动员们 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严格训练 他们于去年12月来到这里 备战巴黎藏奥会 随着比赛的临近 教练团队引入了决赛模拟演练 这些练习在减轻体力负担的同时 也增加了心理压力 以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射击辅助运动项目分为三类 手枪 步枪一型和步枪二型 步枪射击包括站姿 跪姿和俯卧三种姿势 距离分别为10米25米和50米 在比赛中 运动员需要在这三种姿势之间切换 自1976年多伦多藏奥会 首次举办射击比赛以来 射击已经发展成为 藏奥会的一个重要项目 巴黎藏奥会共设13个射击项目 中国射击队将参加 其中9个项目的比赛 包括男女气步枪利姿 男女小口径步枪三种姿势 男子气手枪和25米混合手枪 射击辅助运动的规则 与健全运动员的规则相似 只是残疾射击运动员 可以依靠辅助设备 自周日傍晚以来 暴雨一直在侵袭北京 导致一些地方发生洪水 造成交通中断 并引发蓝色预警 提醒市民注意潜在的风险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于周日针对北京 天津 河北和山西可能发生的洪水 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 这是中国国家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系统中 最轻的级别 北京市气象局也在周日下午 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截至周日上午时点 中国首都北京的平均降雨量 达到了59.8毫米 达到暴雨级别 朝阳 海淀等中心区 以及通州 顺义 门头高等外围区的 极端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 轻潘大雨给城市交通带来的压力 尤其是在早高峰时段 并在一些路段造成了积水 北京交警已经加强了交通指挥工作 同时派出了更多的环卫工人 上街清理积水 预计北京的降雨将会逐渐减弱 并于周一下午结束 中国有一个四级颜色编码的天气预警系统 红色代表最严重的预警 其次是橙色 黄色和蓝色 由于劳资谈判长期破裂 加拿大两大铁路公司 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和加拿大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 日前停止运营 当地媒体报道说 劳资谈判破裂后不久 由加拿大卡车司机工会代表的 9000多名铁路工人发起了罢工 加拿大卡车司机工会 与两家铁路公司之间的 劳资纠纷谈判破裂 随后罢工开始 这标志了两家铁路公司 首次同时停止运营 劳工部长实力文脉金农宣布 联邦政府已指示 加拿大劳资关系委员会 进行具有约束力的最终仲裁 以解决目前的劳资纠纷 此外 政府还将要求 加拿大劳资关系委员会 在几天内发布恢复运营的指令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26号说 泰国近日遭受强强于 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以导致22人死亡 19人受伤 13个府的3万余户居民受到影响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实施三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近日在韩国岩市大学举行 近400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专家 学者出席会议 围绕深化标准体系建设 开拓国际中文教育及HSK考试新局面 这一主题 分享交流国际中文教育经验 澳大利亚悉尼26号凌晨发生枪击案 一名男子中枪当场死亡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警方说 紧急救援人员于当地时间26号凌晨3点30分左右 接到报案 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 以西20公里的移出住宅时 发现一男子身上有枪伤 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该男子大约29岁 具体身份仍在核实中 警方称 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 以上就是本期 还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 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